抗議居然年改未溝通先拍板 八百壯士走上凱道 逼得蔡政府急踩刹車 本來的預定的確也是今天公布 只是公布的形式不同而已 現在不是法律的預告 現在是原則 或者說未來修法方向的公布 草案連說大方向 月退樓地板32,160元 和公教人員一致 18%優存利率10年歸零 所得替代率50%起跳 上將每年增加2% 中將以下每年增加2.5% 這代表如果想要退休金 和退伍前薪資相同 必須服役40年 能達到的人少之又少 相對於過去的經驗 要有比較多的保障 他的待遇要相對的優渥 強調薪資絕對有保障 攤開檢驗以服役20年退伍的 少小為例 基本薪資76,275元 年改前退休所得是31540元 以退伍薪資計算 會提高到39,425元 增加將近8000元 但11萬7869個退伍軍人中 有超過半數會受到年改影響 其中影響最大的都是將軍層級 每個月會少3到4萬元 華部要禮拜五下午 要給我們軍人代表才起爆 我們是將來還要抗爭的 缺乏溝通沒有共識 反年改抗爭恐怕還會繼續延燒 簡誠江李立真探報道